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张希平牧师 也是圣经广播网学院的圣经老师 很欢迎各位弟兄姐妹 一同来圣经广播学院学习神的话语 我最喜欢的一节经文 记载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五节 那你这样记载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 做无愧的工人 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 分解真理的道 神的道能够使我们得到永生 使我们成圣 使我们成长 只有借着正确的把神的话语讲解出来 才能让我们得到神宝贵道理的真义 圣经广播学院有上千门的课程 都是有很好的老师讲解神的道 但愿这个课程能够帮助弟兄姐妹 一生在神的道里面得到诫密 也借着这个课程 让弟兄姐妹自己得到恩典 也把神的道传扬给其他的人 让神在我们身上显出他的救恩 谢谢